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汕头荣媒汕头新闻节目和视频号同步推出两会与我们专栏 荣媒记者围绕两会热点聚焦汕头亮点带来全新的两会见解 2024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吸引八方宾客 小公园街区乘风发力便游客流量为消费增量带货商圈消费 阳春三月暖植树正当时 我是各地开展植树活动 干部群众热心相嫌部队官兵齐心助力绿美汕头建设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三月六号星期三农历正月二十六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一起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全国两会如期而至 世界目光再次投向中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互利共赢 这为推动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 指明前进方向 做出部署 站在新的起点上 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汕头 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汕头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贯彻全国两会部署 按照广东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的要求 成事而上 探索工商并举的高质量融合发展之路 正当越东西北地区发展领跑者 阿联酋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在这寸土寸斤的地方 遍布着数量众多跨海而来的善货 越于迪拜老城区的德拉批发市场 有百年历史 市场里这家内衣批发档口 每个月都要从汕头朝阳区 采购超500万元的货物 在相隔不远的这家化妆品店 各式善货同样广受当地人的青睐 不久前 店里商家一批汕头生产的洁面产品 半个月就被采购商订购一空 近年来 随着中阿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走深走实 许多善货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爆款 中国是阿联酋最大的商业贸易伙伴 而阿联酋也是咱们中国 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出口目的地 尤其是朝阳的争执品 朝南的化妆品和文具 城海的王具等产品 深受中东市场的青睐 商会成立以来 我们已经在迪拜 沙加 阿基曼等酋长国 建立了多个广东商品掌销中心 成功带动了华为 小米 莲肃等品牌 有上千个家业企走进中东市场 汕头因港而升 因商而忘 因侨而胜 如今 潮级侨胞遍布全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旧时过番的红头船 到今天遍布全球的潮商网络 从艰难打拼的潮汕先民 到影响巨大的商界翘楚 从楼船万国的百载商部 到今月远来的网红城市 商贸伴随着汕头的发展 成为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标识 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 和一带一路重要建设港口之一 如今的汕头愈发引人注目 也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 开放是潮汕文化的基因 也是汕头得以发展的 非常重要的支撑 开步以后 使汕头成为 他将流域的 不可替代的 唯一的经济的文化的中心 我们有了华侨 海外有了潮人社会 有潮人的潮货的贸易体系 同时还有潮文化圈 推进我们潮汕的整个经济 城市 文明都不断的向前发展 到今天我们更加主动的 积极的去推进一带一路的 这个支点建设 更加积极主动的去 为国家的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 国际国内双循环相处进的 这种大格局 来不断做出 整个汕头自身的贡献 近年来 汕头城这建设 贸易强国 贸易强省的东风 紧抓机遇 加快商贸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水平 对外开放 不久前召开的 汕头两会和 全市商贸高质量发展大会 再次向社会释放 推动商贸高质量发展的 强烈信号 也进一步提振 企业发展的信心 全球几乎都有 潮汕的我们的华侨 那我们的卖全球的 这个目标其实很明确 擦亮我们的招牌 把潮汕菜带到世界各地 让世界各地的人 品尝到我们的潮汕菜 我们将建设一批 外贸综合服务 物流分拨 跨境电商的 高质量的 商贸服务平台 希望五年内 我市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超过1000亿元 我市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超过2000亿元 根植商贸传统优势 让白仔商部再创辉煌 是汕头寻求增量 通关晋级的必经之路 实现这一目标 发展新制生产力 是重要途径 全国两会提出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促进互利共赢 在高水平发展新赛道上的汕头 正积极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 以汕头科学城全面建设为引领 加快中以汕头科技创新合作区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大型科研仪器共享服务平台 全力导造科技成果转化和新兴产业培育基地 培动发展新制生产力 让创新成果再善落地 我觉得从制造业来讲 新制生产力实际上是对我们技术创新 新工艺新产品的研发 还有我们包括产品 新应用场景的一个高度开过 我们也是可以会通过在国内市场开发的一些新技术 新的应用我们会向国外客户去介绍去推广 同时也会把国际上的一些大客户的 一些新思路新产品新技术 我们也是带到国内来 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应用 我们通过在我们公司这个平台上进行交融整合 产业发展需要浮以一流的营商环境 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 向发展新制生产力顺畅流动 汕头近日发布了 汕头市商贸富能高质量发展10条 提出要实施商贸实力效益工程 以开放平台优化服务政策汇齐 数字转型畅通口岸为切口 用真金白银加干货实货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助力汕头商贸高质量发展 此次市委市政府推动商贸高质量发展的力度和决心 前所未有 拿出真金白银出台证词 那么其中商贸实力效益工程是省理首创的做法 那么被认定为实力效益企业的 我们在税务通关信保外汇金融等方面给政治支持 让正式红利转化于实施再代的企业效益 全国两会期间 汕头融媒汕头新闻节目和视频号 同步推出两会与我们专栏 融媒记者围绕两会热点 聚焦汕头亮点 结合采访体会 以独特角度带给您全新的两会见解 两会与我们做好乔文章 政府工作报告是航向标更是路线图 昨天上午看直播的时候我就留意到 报告提出2024年要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 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卷合法权益 汇聚其海内外中华儿女 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我们知道做好新时代侨的文章 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与汕头的使命任务 汕头华侨试验区是全国唯一 以桥为核心要素的国家级功能区和创新发展平台 前不久对千万粉丝短视频博主保罗在美国的一次采访 让我深深地感受到 华侨试验区在聚桥连桥上的积极效应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是看到说这个试验区给给予我们这个归国创业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扶持 用AI生成是不在乎相关的文案 视频内容 素材 也包括甚至是数字的人直播 这位网红博主来汕头创业 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热议 让汕头在民俗文化频频出圈之际 又抓了一波关注度 这热度也正是汕头奋力做好桥文章的缩影 汕头经济特区因桥而立因桥而兴 桥一直是汕头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今更是汕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优势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 汕头桥的文章浓墨重彩 连桥聚桥更加紧密 汕头国际会展中心 以非一般的速度拔地而起 再来看看超250批次 约4000人次的重要桥领社团分支踏来 华侨之家入住的海外社团企业46家 国际桥财港引进注册创新创业项目80个 数字虚拟潮汕家园上限 并且入住了上百家海内外潮主社团 海外华文教育累计服务学生 已经超过120万人次 当前汕头正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筹备两大盛会 通过举全市之力办好一届不一样的盛会 在善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纷纷表示 将在全国两会的平台上 积极为两大盛会发出善头最强音 我们共同期待 随着两大盛会筹备工作的有序推进 善头华侨资源所转化的强大动力 将助力善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3月4号 我是举办助力百千万行长区线型财政金融服务 百千万工程系列活动启动 即豪江现场会 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实施 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 协调更多金融资源 匹配更高质量金融服务 为我是城乡区协调发展 提供重要金融支撑 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助力我市百千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 副市长赵志涛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介绍了 我市财政金融服务百千万工程系列活动等情况 有关金融机构分别与豪江区相关街道 举行百千万工程结队服务签约仪式 与豪江区相关企业签订受信协议 举行 我是财政金融服务百千万工程系列活动 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六区一线全覆盖 持续强化百千万工程财力要素保障 促进金融对百千万工程典型趋阵的支持 大力推动正引起沟通合作 用实打实的举措和真金白银 助力百千万工程建设 会议强调 全市财政金融部门要提高认识 不断强化在百千万工程中的保障作用 真真正正推动一批项目落地建效 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助力百千万工程提制增效 要高度重视持续发挥金融助力百千万工程的独特作用 抓紧时间提高效率 以更高的标准 更严的作风 更实的举措 将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 切实落到县镇乃至村一级 共同为百千万工程注入发展动能 努力把施工图转化为实景图 同时各地各部门要主动作为 积极对接金融部门 加强合作 互相支持 互惠互利 携手加快推动各个领域高质量发展 要解放思想 统筹协调好金融助力百千万工程 各项基础配套和保障工作 履职尽责 强化措施 以投号力度推进投号工程 为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月5号 全市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总结会召开 会议传达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总结报告上的重要批示 以及全国全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总结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 全市纪检监察机关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疏离我事教育整顿工作 认真总结经验 巩固拓展成果 持续加强自身建设 会议指出 开展教育整顿是纪检监察机关 在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一年来 在省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是纪委监委和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把开展教育整顿 同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紧密结合 浅示整治一言到底 坚持严管后外导向 结合融合互促共进 推动教育整顿成果 持续转化为正风速记反腐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 巩固拓展教育整顿成果是一项长期任务 以自我革命精神 锻造绝对忠诚的纪检监察铁军是永恒课题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总结好运用好教育整顿经验 持之以恒抓思想建设 纪律建设 制度建设 能力建设 作风建设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持续深入推动正风速记反腐 以新面貌 新担当 新作为 纵深推进新征程 汕头纪检监察工作 高质量发展 为加快汕头 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龙腾汕头百叶兴旺为主题的 2024汕头小公园国际元宵灯会 2月24号元宵夜开启 将持续到3月15号 灯会期间 小公园街区乘风发力 便游客流量为消费增量 带火商圈消费 国内时尚珠宝品牌朝鸿基的小公园旗舰店 位于中山纪念亭附近 元宵夜 小公园核心区客流量 就近17.8万人次 火爆的人流量 带望珠宝消费 店里的销售比平时翻一番 而随着元宵灯会 及各类民俗演出的持续举办 店里客流量 销售量也节节攀升 从元宵节前 包括说今年的过年 其实我们的客流量一直都是不错的 特别是这一次我们的元宵灯会 客流人数的话 基本上到现在每天都是达到四五百的一个次数 包括说像我们的销售啊 每天走的那个当量的话 都是比之前同比增长的话 要达到两到三倍左右的 活动的话 它会举办到上月左右嘛 上月中旬左右 所以接下来每天的客流量 我们也觉得说 都是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多的 位于安平路的马来西亚风景街 这家轻磁店的客流量也得到明显带动 包括我店里 就灯会的这天 一天客流量估计都有三万人 然后就是营业额的话 比平时也有增加了 游客很多 莫名爱来的 还是很多的 对各个商家都是一种帮助 这种生意商机会越来越好的 逛元宵灯会品汕头美食 也成为许多外地游客的选择 意犹未尽的游客们 还下单牛肉丸等手信 将旅途中的美味记忆 带回家跟亲朋好友分享 这里挺烟料 我好久没有见过这么烟料了 好喜欢 反正挺开心的 我们走了 明天带一些牛丸 还有这个绿豆饼 都是这些 回去香港 我会带一些牛肉丸 当做汕头的 比较特色的一个手信 然后带回去分享给朋友家人 自从这个元宵灯会之后 我们小园前流量巨多 生意越来越好 小园当天的话 我大概算一下 大概是五六百坪吧 游杆杆是我们潮汕的特色 所以很多游客来吃 之后都是很多回游客 很多人都是直接 交信着我们游记 阳春三月暖 植树正当时 两天来 我市各地开展植树活动 助力绿美汕头建设 金品区以党建红 引领生态绿 以驼连街道 连美社区作为主会场 举办全区乡村绿化 先锋型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 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 金品区干部群众 志愿者和驻地部队官兵一起 在陀吉河两岸 种植约一千株黄花风陵墓 活动还未认领 先锋绿化责任区的党员 志愿者代表授牌 宣读倡议书和主动认领 先锋绿化责任区承诺书 动员志愿者支持和参与 绿美金品建设 我将带头参与到市区绿化工作中 带头建设市小园 我也呼吁各位乡想 求包党员团员少生队员 这样子们一起加入我们的 百千万工程 绿美生态行动中来 市驻建局联合市委组织部 武警扇头支队 民生银行扇头分行 龙湖区龙华街道 开展助力百千万 共建绿美龙华植树活动 市建筑业协会发布建筑业企业 助力绿美汕头生态建设倡议书 市建工集团率先响应倡议 购置130株黄花枫林墓 捐建安居林 建工集团将积极 投身百千万工程 帮助绝对共建单位 指导项目建设项目设计 数种选择景观设计 继续做推这个百千万工程 建设这个立美能设 继续推进这个四小营的建设 去年以来 市住建局推动37家住建行业企业 结队帮扶相振 发动物业企业施工企业 在住宅小区市政工程等领域 开展植树绿化超一万株 中建八局闪斗市中心医院 异地重建项目与团市委 在东海岸新城桥运公园 开展植树活动 项目部青年突击队参与植树造林 以青春力量为人居环境增添心率 指数活动不仅是环保行为 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提升团队凝聚力和执行力的一种方式 我们用实际行动美化绿化生态环境 今后我们也将继续观测绿色理念 共助汕头生态文明 市绿色义工协会在确实风景区 举办徒步登山活动 多年来 义工协会积极参与绿美扇头行动 开展任养和种植果树 设立绿色家园等活动 累计种植树木2500多株 种树是为了子孙后代 爱丽富丽就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样 我们山头这个环境美好的环境 是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护的 共同来保护 我们会继续砥砌前行 继续努力把这个工作做好 近日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宾德加总领事 卢西副总领事 疫情立善 访问考察重点企业 副市长彭聪恩在山头营宾馆 会见宾德加卢西疫情 就推进有关经贸合作事宜 进行座谈 并陪同参观考察重点企业 彭聪恩表示 市委市政府对宾德加卢西疫情的到来 表示欢迎 他指出 一直以来 我是高度重视与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的发展 两地之间的经贸往来非常频繁 去年7月 市委书记温战兵率团访问印尼 取得丰硕成果 他希望宾德加卢西和印度尼西亚驻广州总领事馆 一如既往推动两地的交流与合作 多带领企业到汕头考察访问 双方就还推动汕头与西加省昆殿市 结好事宜 增进友谊互信 拓展合作领域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 在善期间 宾德加卢西疫情前往城海区和豪江区 考察我是玩具创意产业和纺织服装产业 了解我是产业贸易数字化转型升级情况 龙湖区公改工项目建设迎来新年开门红 近日新西街道迥峰工业厂房项目启动建设 将升级改造老旧厂房盘活利用低效工业用地 突破用地瓶颈 优化拓宽产业发展空间 助力百千万工程实施 总封工业厂房项目总投资超七千万元 规划建设三栋六层的通用标准厂房 在地块面积不变的情况下 使用空间将从原先的九千多平方米增加到二点七万多平方米 通过增长两倍以上的使用空间 大幅提升土地效益 建成投运后将快速集聚有效服务辖区企业 推动当地产业朝集约化 规模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当造市委工业力士产业强势发展思路 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经营产业园区迥峰工业厂房的拆救新建 是街道今年首个公改工项目 项目对我们今年拓展发展空间 加大招商引资 增加集体收入 将起到有秀的拉动作用 将本工程作为公司的重点工程项目 为本地区的宏图计划做出贡献 新西街道办事处与广东省第一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还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围绕人居环境品质提升 乡村绿化建设 美丽虚镇建设等方面 展开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进一步推动百千万工程取得更大时效 新西街道积极融入龙湖城市核心区建设 全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 2023年 完成龙湖现代产业园 新西片首期约290亩土地征收工作 完成光伏发电 水上乐园等招商引资项目18个 到尾资金2.2亿元 今年 街道将积极发展西部公贸核心区 打造城市商贸副中心 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汕头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再见 Mindah